昨晚习近平在他的办公室发布了新年贺词,随后学习小组也分类了习近平的书架上有哪些新书。 在今年画面中,习近平做以后书架上大部分还是经年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但也增加了十九大文件汇编等书籍就学习小组指出变化最大的是右侧书架上很多都是之前没出现过的新书。 学习小组说,第一类是马列著作及重要文献汇编,摆在了身后触手可及之处,第二是哲学类,有迪德罗哲学选集,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如何使风俗变得淳朴》,也有中国当代学者的作品,比如《翁肇军者》,《行儿上学》,《论稿》。 第三是政治法律类,主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文选,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从当事扎记,毛泽东读书笔记经讲,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四世军事类,主要有中国解放军军史,中国军事摆册全书,中国军事史略,也有古代军事著作《六涛》,《三十六记》,此外还有历史类,文学类,文化,艺术, 科学类,经济类等书类,学习小组表示,书架上还有许多论语,老子,孟子等中国国学经典,另外各类大砖头一样的工具书,地图等内容包罗万象,旺报。